嗨,朋友们,晚上好 今天我和大家聊一首 马自远的天晋沙秋诗 这个后人公认为秋诗之轴 就是写秋天的那种悲休的诗绪 写的最好的 那么就是秋诗之轴 写的特别好 我想把这个小林念一念 我为什么要聊这首 小林 大家都知道是园区 园区中间的小林 天晋沙是公调明 就像宋词一样 变成说念楼教 瓷笔怀舞 念楼教是瓷牌 它标明音乐 这个天晋沙也是这样的 它标明那是白区 园区中间的 好,我在这里和大家讲 我为什么要聊这个小林 园区中间的 当然是它有名 其次,大家记得吧 我上次和大家聊了 宋诗的 幻兮沙 春景 我这是聊 马自远的 天晋沙 秋诗 那我为什么 现在是牧村时节 要去聊秋诗呢 这两首 一首词 和一首圆曲 它们在写着手上上 有意漫相成的地方 大家记得 宋诗 幻兮沙 春景的下半曲 大家记不记得吧 它怎么样说的啊 墙里鞦韆 墙外道 墙外行人 墙里家人笑 笑见不闻 生见巧 多情却被无情了 那么它们这首词 有什么联系呢 我为什么说 它们是意漫相成呢 在写着技巧上 且天我慢慢地到来 收视的这首词 特别有名 多情却被无情了 更是千古名句 天津沙 也是特别有名 那么我们先讲天津沙 它们在写着手上 有哪些不一样 天津沙 秋诗 为什么大家都说得好 我一句句地和大家聊 它一起逼 它说 枯腾 老树 灰鸭 大家注意 腾是枯腾 树是老树 鸭是灰鸭 我这个天 一切都是那么惨 大家都知道 我们中国古代的文人 有悲修的传统 从战国时期的寿谕 我们楚国的宋谕 它就写 九遍中间一开始就说 悲哉 秋之为弃 聊那虚 若在远行 登山临水 送江归 悲哉 秋之为弃 秋天的那种景象 实在是令人口碑 你可以理解这首小令 你看这 枯腾 老树 灰鸭 就是傍晚的乌鸭 在那个枯腾 老树上面叫 咔咔咔 通过得要命的 你看那就知道 那是很凄凉 悲惨的那种景象 枯腾 老树 昏鸭 下面那小桥 流水 人家 我的个天 你看桥是小桥 水是流水 人家 你看 大家看看没有 对照的是 那个人家 小桥流水 完全一幅非常和谐的 田阳风景 大家想想 这多温馨 在小桥 流水 人家 在家里 你说多温馨 对吧 温馨吗 那么 作者在哪里呢 古道 西风 树马 一边是小桥 流水人家 一边是什么 古道 西风 树马 我这个天 我这个天 大家听懂了没有 道是古道 风是西风 他骑的马是树马 大家看一下 开始大背景是 枯腾 老树 荤鸭 他这走的路上是 古道 西风 树马 是帮马 大家注意 我等一下再讲这首词 好在哪些地方 西阳西下 西阳西下 景城前面的 荤鸭两个字 西阳西下 断肠人 在天涯 大家注意 断肠人 在天涯 他景城前面的 什么 给句相成 成上 古道 西风 树马 大家听懂了没有 古道 西风 树马 这后一句 断肠人 在天涯 那么 他写的什么名堂呢 我们和大家一起 慢慢到来 前面的三句 这次小令 他用典型的 异象 并你的手法 来表达自己 内心的 瞬间的感受 你看 哭疼 脑术 婚压 有一个动词没有 没有 就是 三个异象 你看 哭疼 脑术 婚压 大家注意 他不又没有动词 他也没有见识 他没有表面方位 你看 哭疼 老树 婚压 他到底疼 在哪个地方 疼是哭疼 树是老树 压是婚压 他没有戒指 没有动词 他典型的 异象并列 底下也是的 小桥 流水 人嘎 也没有动词 也没有戒指 你看 还有古道 西风 兽 兽 没有动词 没有戒指 他就是九个异象 把它并列在一起 大家注意 比如说 我想这样的说 比如说 李白里 窗前 敏月光 你一事 地上上 那么他就不是一项命令 你看 他有戒指 那么 窗前 敏月光 有个英文翻译翻译得很糟糕 Mulight before bed 几十个人 都没办法 但是李白里是死 他就不是一项命令 你看他有戒指 第一 你一事 地上上 那更是有动词 有冰语 有谓语 大家说没有主语 有书情诗 中国古代书情诗 他是潜在的主语 就是诗人自己 你一事 地上上 那么这首小令 大家看到没有 完全是一项命令 美国有一个一项派的诗 重要的诗人叫庞德 他在中国的古典诗歌 和日本的那种小短诗中间 他发现东方的诗歌 尤其是中国古代诗歌 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就是一项并列 那么说往来的呢 这首小令 他不是横宫处世的嘛 他肯定有基层 你看 汪维的田园落七首 第五首 就是典型的一项并列 你看 山下 孤烟 远程 天边 斗树 高原 也是这样的 还有 晚唐的 温天云的 山山早行 记得吧 鸡身 锚店 月 人鸡 板桥 霜 还有 著名诗人黄天江的 鸡黄吉福 那首诗记得吧 春风 桃礼 一杯酒 江湖 夜雨 十年灯 都是一项命令 这种中国的语言 汉语 它是一个典型的单音词 你看 它是个单音节 这个单音节就有利入工程的等容 也有利入它的意向并列 还有 因为我们汉语啊 它在结构上有时比较松伤 你看 它把这几个意向把它并列在一起 是我们进行大量的整合 别人可画起来画 枯腾 老树 荤鸭 到底枯腾在哪个地方呢 我可能想想 枯腾是刮在树上 那个荤鸭也是在树上叫的 也可能不是的 一边是山岩上面的 枯腾 垂刮 那个山岩上的树 也是松的 天上的乌鸦 在不断地盘旋 不断地在叫 那么我们可以想象 画出很多画面 这个典型的印象并列 它是一瞬间的空间感受 为什么是秋师呢 这个来与 西洋西下 西洋西洋 我刚才讲了 景城前面的哪句啊 荤鸭 哦 你走到这里才知道 为什么前面是荤鸭 因为现在西洋西下 断肠仁在天涯 没有回家 大家注意 西洋西下 这个时候真是回家的时候 而断肠仁在天涯 是有家 不能归 所以他才有了第二句 强烈的对比 强烈的对比 小桥 流水 人嘎 那是多温馨 而他 西洋西下 断肠仁在天涯 那个强烈的反衬 对照 感到更加的凄凉 更加的孤独 大家注意到没有 我刚才讲了 异象并列 我还要讲 他强烈的反衬 对比 他从哪里来的呢 大家注意 中国古代有很多 那么在这里 我刚才讲了 上一次我讲了 首饰的 大家记得吗 强里秋千 强外道 强外行人 强里家人下 肖像不闻 身见巧 多情却被无情了 首饰把这些话 都说明了 他正在说出了名句 那么 国有国的好处 首饰把话挑明了 多情却被无情了 那么 马自远的 他没有 他没有说情 但是他玩家 都不意象 来表现 他自己的秋天的感受 夕阳的星象 断肠人在天涯 要是这样说 你就没什么意思了 对吧 但是在前面 做了大量的铺垫 哭腾 老树 荤鸭 成立的想法们 你可能都懂 这首树的 很凄凉 这首小铃 我在农村 我知道 傍晚的乌鸦 嘎 叫得凄凉的要命 哭腾 老树 荤鸭 你看那就是秋天 哭腾了 对吧 没有意思 小桥 流水 人嘎 古道 西风 树马 对比特别强烈 一边是温馨 小桥 流水 人嘎 温馨 温暖 欢乐 一边是孤独 七两个 古道 西风 树马 他那个对比 极端的强烈 就像收到摩一样 大家注意 强力修签 强外道 强外行人 强力家人笑 他也是这样 大家注意 收到摩也是强烈的反乘 对比 他这里也是强烈的反乘 对比 他写得特别好 我在这里也顺便 我年轻的 喜欢写作 喜欢写诗 喜欢写填词的 朋友们一起聊 所有的抽学者 都是可以模仿的 没有哪一个人 横空出世的天才 什么模仿都不要 一下子就写好了 没有这个事 模仿 没有问题 你看 所有的书画家 都是通过 拧摸字体 来达到自己 极高的艺术成就 通过模仿 形成自己 斗力的风格 那么 所有的东西 都是他有 前有师承 后有发展 天津杀 秋师这个小令 圆曲 我讲了 他的一项并列 从唐诗中间 一直发生到 马之远的圆曲 大量的一项并列 这是中国时刻的 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而且 强烈的反乘 你看 反乘 有时候都没认识 特别有名 说不定 马之远写的时候 就想到了 墙里秋千 墙外大 墙外行人 墙里家人下 你看 他的对比 他的反乘 你看看 哭腾 老树 昏牙 小桥 流水 人嘎 古道 西风 树马 他的反乘 特别 对比 特别强烈 这首小令 这首小令 马之远的 可以说 第一就是写的特别牛 写的太好了 他很多东西 值得我们认识学习 他怎样选择意向 怎样整合意向 怎样排列意向 他这首小令 他一个特点就是 通过自己对空间的 以瞬间的感受 西洋西下 但常人在天涯 那以瞬间的空间感受 来表现自己 秋天的那种悲凉 孤独的心情 写的实在是太美了 到时候都不一样 但常人在天涯 他就没有说了 但常人在天涯怎么样呢 没有说 一切都让我们去想象 其体验 其感受 但所有的 全部说出来了 小见不闻 身见强 多性却被无心了 到底哪一个 说出了好 还是不说出了好呢 朋友们 我们一起讨论 好 日子后事如何 且听 下回分解 好 谢谢大家 朋友们 众你行他 千把斗 默然回首 点关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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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